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的90分鐘耐久第一站 Atheto Gossa DTM 在紐柏林Spring GT載道 的前五個傳走 就是第五名 翔哥追上我的時候 我們現在開始到現在第十五圈 翔哥 跟我剛開始都出車禍落到了 蠻厚目的 現在競爭第八名 前面有一輛Alex Alex的讓路讓到 非常有誠意 看到旁邊的通道去了 沒有再殘酷 造成任何變數 翔哥開的是 Alfa Romeo Bmw 少數的Pm大陸 超少台的 第一個彎我稍微 跑得壞些一點 距離縮短到 已經黏到踢補翔哥的企圖 黏著草叢過去 但是草叢後面太難控制 沒有辦法成功 繼續地緊跟著 繼續地緊跟著 這裡我們一起來比較慢 擋到翔哥的路 逼迫他煞車 翔哥又措施了一個超車機會 很快 然後接下來的髮夾彎 馬上再為翔哥逼迫 很明顯的有速度查 等守到什麼時候呢 在後方的穿三直線吧 前面就是減速彎了 路線稍微跑開了一點 翔哥想要在最後一個彎插入內線 可是距離還有點長 沒有辦法成功 出彎的時候 算根的蠻緊的 有可能在這一圈 我完全沒有綁手 翔哥進入內線 煞車超車成功 內線開大大的讓翔哥過了 這彎第一個彎 我不會走內線路線 沒有辦法 接下來是第四名 第四名是藤原 藤原在 第三十一圈的時候 就想謝老闆 兩個人搶第四名 這位一個出彎速度比較快 等謝老闆並行 謝老闆太靠近了一點 兩個人嚇了一條 各自分開 藤原也放棄了這次敲車 最後的減速彎藤原 再一次咬上謝老闆的車尾 最後一個彎速度跑開了 最後一個彎速飛 最後一個彎速跑開了 最後一條大直線上 想要從內線超速的幾率 就降低了許多 小彎速度比較快 而且守著內線 很容易走正常的路線 放棄澤西進攻 成功找住走內線比較慢的謝老闆 在第二個彎,從外側超車 跑到外面,沒有成功 謝老闆在第三個彎跑開了 成員企圖超車,可是頂到了謝老闆 只好放棄這次機會 免除被扣分 謝老闆在一起守著內線 有點跑開騰人,抓著這個機會 從內線過去頂到謝老闆的身位 謝老闆大亨 我都不賽到外面 有人停下來等他 雖然都在規則上,並不是必要的 有人在一起對謝老闆發動猛攻 背後的大直線 要上謝老闆去持續找不到超車的機會 來到減速萬騰原快速逼近 差一點就要撞上 出彎的時候 又頂了謝老闆 又頂了謝老闆 連續頂了兩下 回到最後一彎,謝老闆繼續守著內線 這麼大壓力下持續的防守 我們要緊緊跟在謝老闆之後吸尾流 謝老闆再次會走內還是走壞呢 謝老闆走了一個中間值 騰人順利的插入內線 超過了謝老闆 上升到第四名 一個很拼的超車 接下來是第三 第三是聖修跟張小亮 兩個人在28圈的時候爭奪第十名 有時候 張小亮守著內側 不小心開到外面去 然後再開回來 還好聖修沒有進到內線 不然兩台車都拿著空障 雙雙出場了 張小亮持續地保住前面的外景 那是最快的 聖修去走外線 結果吃到草 距離被拉開 張小亮在這個減速彎失誤 第二個彎的時候在草地上前進 聖修馬上補回剛剛的差距 再度黏到張小亮的車尾 兩台都是羅密歐 準備進入第一個彎 張小亮走了正常的路線 太早切進來整個吃草的通過第一個彎 不過聖修也沒有轉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還是沒有進這個機會超過去 接下來張小亮又失誤 沒有進到內線 被聖修順利從內線超車 結果畫面箱居然散出了藍騎 張小亮 聖修是超了一台套他圈的車 看來聖修前面是失誤太多了 所以這邊已經是被套圈了 如果能超過藍騎車這件事一定不常見 張小亮要先從內線反攻 結果自己衝到太遠 沒有反攻傳攻 前面的位置還是被聖修保住 第二名 謝老闆起跑 第一圈的時候謝老闆從第七名的位置起跑 一口氣上升到第五名 起跑隔壁這小路非常的快 不過謝老闆的起跑隔壁不算慢 跟前面的車差不多 來到第一個彎 謝老闆走了一個大大大大大大外線 閃過了一群車禍一口氣上升到第五名 第三圈前面賴血跟季群發生空調 我會來的時候差一點把謝老闆帶出去 但謝老闆還是避過了這次的災害 容易稍微十五打滑 謝老闆走進內線 準備再反兩彎超車 帶一個泰曼下車整個衝過頭 容易再次反超 回到前面的位置 謝老闆維持了第四名 回頭背後直線跟前車的速度有點差 距離已經就被拉開了 一次從第七上升到第四 非常棒的一個起跑 再來這一次的第一名最精彩的 在第一圈的時候 前面撞車賴血落到第十一名 在準備進入背後大直線這邊 趕上了小路 還有前面的一整群車 再切到紅哥的左邊 一口氣連過三台 穿過這個減速區段 上升到第八名 而且他以前居然還是用第三人稱在看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 非常少見的視角 哎唷 第一個彎 賴賢走了正常路線 動動跟文斌並行中 賴賢跟著文斌的車位 超過了跑開的動動 上升到第七名 很緊迫的文斌 很緊迫的文斌 過了這邊連續的S1奈賢 選擇到內線 文斌跑了正常路線 奈賢順利插入 在法家灣這邊 爬升到第六名 精彩的連續超車 超過了 而且是完全乾淨的情況下 沒有任何的碰撞 非常厲害 再來就是特別偏 而且我覺得藤原 藤原在四十英圈的時候 敲這個韓哥 在一個減速彎的地方 居然從內線插進去 然後一口氣就過去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結束完之後 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插內線超車的 厲害的一個開法 本次的競賽結果 第一名 機群 Alfa Romeo 15 第二名 羅伊 Mercedes-Benz 1901 EVO 第三名 文斌 Mercedes-Benz 1901 EVO 第四名 藤原勳 Alfa Romeo 15 第五名 小翔翔 Alfa Romeo 15 第六名 新老闆 BMW M3 130 GRA 第七名 小鹿 Alfa Romeo 15 第八名 謙奧 BMW M3 130 GRA 第九名 阿虹 Alfa Romeo 15 第十名 Alex Alfa Romeo 15 第十一名 聖修 Alfa Romeo 15 第十二名 賴賢 Alfa Romeo 15 第十三名 張小亮 Alfa Romeo 15 第十四名 江洞洞 BMW M3 130 第十五名 J BMW M3 130 第十六名 成種種 Alfa Romeo 15 經過扣分之後 機群拿下23.75分 第二名 羅伊拿下20分 第三名 文斌 13.75分 第四名 小翔翔 11分 第五名 藤仁勳 10分 第六名 謝老闆 10分 第七名 小鹿 9分 第八名 千鳥 7分 第九名 阿虹 7分 第十名 Alex 5分 第十一名 聖修 4分 第十二名 賴賢 3分 5分 第十三名 張小亮 0分 第十四名 江洞洞 -0.5分 第十五名 J-0.5分 第十六名 成種種-1.5分 再來是車隊的部分 第一名 第一名 幹話軍團 20分 第二名 邱明山的苑林 10分 第三名 不要插隊 7分 第四名 Alex 5分 第五名 GAP 4.25分 第六名 断線部隊 0分 第七名 GOD 0分 第八名 J-0.5分 第九名 第十五名 同分 第十五名 暫時以 報名順序來記 以上就是 我們 PRV90分鐘 耐久 第一場的 TOP5 蟬斗 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